上节课呢在后面呢给大家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 网卡的一个重启方式 是吧 但是这个网卡重启方式不知道大家没有发现 我们这个重启呢 它有四个OK 它有四个OK 四个OK的话那么停止一个 启动一个两个对不对 那为什么是四个呢 因为它重启了两个网卡 一个呢叫 ETH0一个叫 Rowback 也就是那个Row网卡 所以是重启了两网卡 一共是四次 那但是说有的时候呢我并不想去 把所有的网卡都重启了 也就是说上面这个呢是重启所有网卡 那但是我想重启单个网卡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扩展第二个 就是说怎么样去 重启单个网卡 重启单个网卡 或者说不是重启 我只想把它停掉我不重启了 只想把它停掉 那么这时候呢 它有对应的一个命令 这两个命令呢是比较好记的 而第一个命令呢叫 if don't 停止某个网卡 它的命令叫if don't 因为这里面的话本身呢有这么一句话叫 下的 下天当 当表示停止 下天当表示停止 连在一起表示停止 那if这个当 当也是表示停止的意思 if就是if configure 它的一个缩写 if don't 当谁呢 你得告诉他 你要停掉某一块网卡 你得告诉他名字 后面加上我们的网卡名 加上网卡名 那么要开启某个网卡怎么办呢 开启某个网卡 那也就是 if 相反的 if up 网卡名 例如 我需要去停止 然后呢 再去启动 那其实就是啊 也就是重启嘛 也就是重启 eth 0 eth 0 网卡 那么则可以输入 第一次我们先去输入一个if don't 你得分清 哪一个是停止 哪一个是开启啊 if don't eth 0 等它执行完成之后呢 在if up if up 空格 eth 0 if up 行 可以试一下 if don't eth 0 它怎么说呀 设备状态3 disconnected 已经断开链接了 哎 然后启动链接怎么办呢 在断开链接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之前学过一个叫 ef config来看一下 看断开之后 有没有网卡的 有没有网卡的 ip了 有吗 没有吧 没有了 但是下面这个有没有啊 有 因为下面这个断没断 没断吧 没断 行 那么ef up eth 0 走 说connecting active的 连接已被激活 连接被激活 那么被激活之后 再来看一下 有了吧 哎 有了啊 所以这两个命令 也可以能实现 对于网卡的一个 重启啊 但是呢 它可以分两步 一个是停止 一个是启动 啊 针对单个网卡的时候呢 是比较方便的啊 不需要重启全部网卡的时候啊 那么最后呢 再给大家一个提示 就是 呃 在实际 工作的时候 不要去随意进网卡 啊 不要去随意 进网卡 特别是进啊 就是这个命令 就是这个命令 你要restart也就罢了 restart 大不了之后 你当前的这个连接断开 你重新连下就是了 但你要当了之后的话 当了之后就 断开网络连接了 然后你想up 你up不了了 啊 所以不要麻烦了啊 所以这地方就注意 就是以后实际工作的时候呢 就不要随意进网卡 这和之前说的 不要随意下的当一样 哎 不要关机一样啊 你关机了 你就不一定能开了 但是重启肯定没问题啊 所以这地方也是注意一下的啊 嗯 if up if 当这两个组合起来 不就重启了吗 远程肯定不行 但是如果说 你能不能把这两个命令 还一起执行呢 能 通过脚本就能了 通过脚本就可以了啊 对 所以这两个是可以写在一起的啊 嗯 啊 这个呢 作为一个补充了解就行了啊 快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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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